每个男人都希望这些天经顶 能够扛起更多的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幅骑士的 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62集 今天的话呢 我们来到工作室系列 编号第81号大黄蜂独立电影里头的千金顶 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是千金顶啊 对不对 能够扛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是吧 那么千金顶的玩具呢 历届以来的话呢 做的都还不错 像这一款经典3.0 它可能是我那个时候呢 把玩时间最多的一款玩具 然后在Wolf Cybertron三部曲的时候呢 这一款我也是给予高度的评价 一直以来的这个传统呢 到了这款玩具呢 基本上呢也差不多维持住了啊 它的话呢 这款玩具以大黄蜂独立电影里头的造型 虽然只出现了短短几秒钟啊 但是它的辨识度就是很高啊 第一这个7-11的配色啊 然后这个头啊 还有后面这个小翅膀啊 无一不显示 它就是千金顶的一个特征啊 那么呢 它的一个本身这个身上这种白色啊 其实应该叫米白的部分呢 跟这一款应该是地球崛起的这个黄啊 米黄色啊 感觉是比较接近 它可能还要是稍微带一点点的灰啊 但是感觉上还是颇接近的 塑胶的感觉呢 摸起来的话呢 跟这一款也有一点接近啊 但实际上可能啊 由于细节这个没有像电影系的这么多啊 摸起来触感是它会少好一点点 那么作为这个Deluxe等级的玩具呢 它的体型的话呢 刚刚有给各位展示过了 体型又在更进一步的缩小 那它把弯的时候呢 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它这个宽布是使用了球形关节啊 我们知道呢 其实球形关节 最近官方的玩具已经不常用了 从这个Wolfo Cybertron三部曲之后啊 这个宽布呢 都已经很少使用球关 但这一款确实 而且它的我这一款的话 这条腿啊 这个部分是比较偏松的 稍微甩一下 你看它已经是有点松动了 再来它的一个这个地方呢 它的这个身体的变形的时候呢 这里啊 它是有两个 这里有一个凸跟奥的一个结合在这 两侧是要变形的时候是要打开的 由于卡槽呢 非常的浅啊 然后这款玩具的这个二头肌啊 两边都是偏紧的 有时候你一转的话呢 这一侧还好 这一侧更紧 有时候一转的话 你看它会连接的把这个关节给带开啊 这个卡扣实在是太浅了 那导致于变形上的话呢 有时候会啊 玩起来会少了那么一点点一个安全的把握那个感觉 那么其他的缺点可能就是拳头无法转动啊 有一个也算半个门板手或怎么样 以及它身上的话呢 这个轮胎的这个部件 跟本体没有打锚钉 变形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翻折呢 可能会不小心把这个地方把握的时候会做一个喷键 那么后方的一个小空洞处啊 还是有一些的 武器的话呢 不想拿手上 可以背在后面 那么这一款千金顶的话 这个头雕啊 一定会有人说很丑 对 我知道有些人 他们就是无法接受电影戏的玩具 但是我个人是喜欢的 这是既有生物又有机械生命体的感觉 武器的话呢 握在手上啊 但是这个握持的时候呢 这个孔洞可能太小了啊 这个握柄太粗了一点 需要用点力才能够把它给握持进去 脚踝呢 没有接地啊 这个我很确定过了 确定它是没有的 所以在站立上的话呢 因为脚板过大 是影响也还好了 不是说非常严重 那我们来进行这款千金顶的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手的话呢 先把它往上面折起来 做出一个拳击手的动作 然后呢 这个翅膀的话呢 请在这个时候呢 就先完成一个基本的一个收纳 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一块部件挑起来 然后这个部件呢 挑起来之后呢 腰部呢 就可以翻转180度了 那我们接着呢 先把这一块部件呢 给整个的给往前面打平 然后内部的话呢 是有一个板子的 把它整个翻出来 然后这个有博派标志的 这一块板子的往上翻上去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头的话呢 从这两边 它是有个卡扣锁在这里的 但是不是很深的这个卡扣 把它松开 然后呢 先把它往后面整个打平 然后这个玩具变形的时候呢 最重要一个地方 这个头呢 是转90度就好 不是转180度 也不是都不转 你只转90度就好 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头才能够完整的收纳到 裆部下方去啊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的建议吧 我们先把这个部件呢 做一个内外的一个反折 应该是说从这个角度看 比较正确一点 从这个地方 做一个反折 轮胎本来在内侧啊 然后透过这个转轴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给转到外侧来了 然后两侧是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小合并的 然后这里你看到 有两个灰色的小凸在这里 然后对应这两个白色的小 但是呢 目前的话呢 先不急着扣这里啊 先不急着扣这里 因为等一下还是可能会松开的 我们到这个部件的话呢 到这个步骤 我们先变形一下腿好了啊 腿的话呢 先把这一块部件 侧边这块部件呢 给往上转上去 往上转上去 那这里要注意一个地方 就是说呢 它这里 这个腿啊 这一块 这一块部件 这里是个C型扣 你在往上推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它给蹭掉啊 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这块部件 往下拉一点之后 往上包上去 然后再把它给压起来啊 把它压到 它的一个大腿上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部件放下来 这个部件呢 这里其实是一个双动关节哦 双动关节 把它给整个给扯下来 这里 由上到下 在这里 你看到没有 这里刚按下去 它这里是整个会有一个 双动关节的一个联动的 然后最后就侧边这里啊 这里硬把它推下来就可以了 把它这个地方 给扣上去 这一侧的变形呢 就算OK了啊 最后再来做一些 密合的动作就可以了 那这里也是一样啊 我们先把这一块部件 侧边这块部件 给转到朝 上 转到朝上 到这边 然后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这里 下面这块部件拉出来 然后一样的 把它往上面包覆过来 这块部件放下来 这块部件 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 拉一下下 因为是一个C型扣啊 有时候是会不小心碰掉的啊 这里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你要对准这个缺口的话呢 这里就是需要做一个 双动关节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小调整 到这边扣起来 后面侧边这里 也就记得把它扣上啊 好 那最后也已经差不多了 那这个地方 白色有个凸 它扣进内部 是有一个弧形的一个凹槽的 弧形的一个凹槽 你也可以先把两侧 做个简单的合并 上方这个盖板 盖下来的话呢 基本上啊 误差是不会太大的 我们就把它给 做个简单的小密合 都给扣上去 前方这里也是一样 整个都给扣上啊 使劲压上去就行了 啊 大力就出奇迹了 然后这个地方 最后就是我说的啊 这个头 你看 我们只有转90度 啊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它会卡住 那你转180度 也是一样会卡住 只有90度 它能够完全的放下去 这个面呢 才能够不干涉到 它的一个轮胎 那最后严丝和缝的部分呢 就再做个简单的小调整 以及后方这里啊 这两个地方 是比较容易去忽略的 那比较好的变形方式呢 就前面都密合好之后 从后面往前面推 等于是去推动这一带的双动关节 而这样促使它 往前面去做一个靠拢 密合 OK 这样就把它给整个都给扣上了 那这个滚动性的话呢 如果你全部变形到位的话呢 滚起来啊 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那么上方的话呢 我们必须利用枪的话呢 是这边啊 唯一的一个 一个长方形的这个 图啊 去把它扣在这里 那这个 这个武装状态 勉强还算过得去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 SSD81号 千金领 从机器人 到一个外星车辆的一个 呃 变形过程啊 载具的形态 先简单的吧 对比一下之前的围城啊 两者除了说配色 一致之外 其他的车型啊什么的 其实已经相差非常的多啊 这是兰西亚的赛车 然后这完全是外星的载具 那一样是 DELUS等级的话呢 这一次缩小了很多 那以体型大小的话呢 它其实不要说大小啊 连外观的话呢 都跟这个Bumblebee 或者是飞过山的模具的 这个形式比较像的啊 毕竟都是赛波坦上面的 一个车辆吧 你看尤其这个车头的部分啊 相似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那以科幻感的话 两者都不赖 那当然的话呢 这一款天津顶呢 它有更丰富的细节配色 还有很流线型的系列 流线型的一个线条啊 不过车型总体来说 我还是觉得稍微偏短了一点啊 前后轮子不一样大 或者是透明的部件 这是它的一个底盘 那滚动性已经给各位 TEST过了 测试过了 后方就收的比较潦草了啊 就是手臂啊 或者你可以可以当成是一些 呃 溢压管或者什么油压管 就直接漏在后面了啊 然后这个武器 如果你觉得实在是很爱 你就把它给拿掉吧 但是拿掉之后的话呢 上方有个小空洞啊 所以其实武器挂上去的话呢 也是不赖的 那透明部件啊 范围还挺大的啊 除了这一条弧线之外 延伸到车子的前方 总体来说的话呢啊 就人形的话呢 稍微有点松软 当然球形关节 我们可以自己去强化一下 变形的话呢 其实第一次 掰的时候 有一点点难度啊 然后车形态的话呢 就看着去非常好看 整体来说 是一款还不赖的 一个Deluxe等级的玩具 那今天呢 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 其他几款最新的 关放产品 会尽快给大家安排上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